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咱们再来关注一下 瓦格纳集团叛变不叛变 兵舰清军策单日游一日游怎样 稍微再来说两句 节目的下半段再来一个开盲盒的话题 想知道今天聊哪个开盲盒的话题吗 其实很重要 希望大家能够看完今天的这期节目 要说瓦格纳除此叛变 说打莫斯科这件事情 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属于是盼星星盼月亮 盼了一年多 终于是盼到了 之前就是说是乌克兰反攻 但是你说军事体量上 如果说美国不公开参战 如果北约不公开参战 包括那些波罗地卡三国 德国法国这些波兰这些军队 组成这个西欧联军参战 如果说不参战的话 以乌克兰这么一个单体国家力量 咱们得承认这么一个事实 你看版图它反攻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前几天传出来一个 瓦格纳叛变了 然后这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确实是一个天大的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盼来这么一个正义之士 本来这是恐怖分子恐怖集团 然后叛变之后就成为正义之士 但是谁想到这个瓜这么快 这个手刚升进 就是刚准备这个动作片就结束了 现在是什么样情况 就是对于那些瓦格纳集团的士兵 将不会被起诉 这件事情其实也就看明白了 他们在演戏 包括事实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张地图你看他们表演 厨子先在这地方说我要挥石北上清军厕 然后第二天占领沃罗涅日 离莫斯科很近了 可能一天就到了 开车的话一天不到 就推到波斯科了 实际上实际路线 有人说网传是在这地方离基辅很近的 有一说是在这里 有一说是在什么基辅上边 离基辅大概只有150公里 这是实际剧本是这么演的 在这里咱们就先不要去预设立场了 就看这个事实它是进来到哪一步了 那么到现在也有一些前几天是阴谋论 但是到了现在已经是越来越被证实了 就是说美国最近这段时间就亏了62亿美元 有人说呀说这个什么 说厨子跟普京联合演一场戏 24小时赚了62亿美元 我觉得这个数字是有待于商榷 咱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前几天的一个新闻 就能够可见一般啊 能够捕捉到一些线索跟细节啊 这是6月22号的新闻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在20号记者会上称啊 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中有部分价值高于实际价值 总共多算了62亿美元啊 然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5G装备被高估了至少是30美元 30亿美元 然后现在算出来是62亿啊 一个是62亿啊 那在这里啊 这里就这个账该怎么去算啊 咱们就不好去算这笔账 就是说有多少钱是用来去测反这个厨子 有多少人呢 是他们自己这个军火集团呢 哎这个武器得需要军火商 得需要军火工厂去制造啊 对吧 他们军火商这边得拿多少钱 是吧 包括这个采购啊 回扣啊 谁负责这些生意 你怎么着你得要意思一下吧 这人性都一样啊 你不要觉得这个官员他们就不为自己捞钱 是吧 这里肯定有利益去纠结的 你包括在乌克兰这边的泽连斯基 是吧 他那边也需要钱呢 他那边又分多少钱 有多少钱是用到这个储子那边 有一说呢是13亿啊 那么咱们在这里就可以把这个框架给 就是给框起来 这一次美国亏了多少钱 亏的钱就是在这个13亿到62亿美元之间 这是美国损失的钱 在这里啊怎么说呢 我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这个钱从哪来啊 钱从哪来 如果说有在美国的朋友 特别是已经工作了 纳税了 这些纳税人的朋友 我在想难道说这笔钱你没有份吗 如果说这笔钱真的是用在一些正义的事业上面 真的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觉得没问题 但是这笔钱就是感觉花冤枉了 感觉花冤枉了 哪怕说真的就是你把厨子策判成功了 去反攻莫斯科了 那这笔钱花的也是花到地方去了 但是厨子呢 厨子现在就等于跟普京一块 就是把美国给坑了啊 是吧 这边厨子接到信息啊 这边有人要收买我多少钱 跟普京耳语来咬耳朵啊 普老大这边花钱要收买我 然后普老大说将计就计配合演戏啊 然后他妈的大家就看到了啊 先高潮 然后高潮没做就就早谢了 就这么一个事啊 这钱从哪来 我希望观众朋友们啊 去思考这么一个问题 谁来买这个单啊 谁来买这个单 那细节呢就不多聊了啊 那么节目的下半段呢 再来聊一个话题啊 因为昨天到现在吧 真的那些大V啊 集体全部都翻车 那些50万份的大V啊 几乎都翻车 然后翻车 其实别人怎么说呀 翻车也没关系 也不伤也不伤他们 因为因为这就是他们开车的方式啊 不伤流量 因为这个媒体吧 他就是媒体他选择让你接触到什么样的信息 做到这里就该开盲盒了 这期盲盒 就一句话啊 顿巴斯种族灭绝 重要的话 我再说两遍 顿巴斯种族灭绝 顿巴斯种族灭绝 你们去查这些信息吧 这是所有问题的核心核心的关注点啊 扩展的稍微多聊一两分钟啊 这个话题很多人不想听 顿巴斯八年发生了种族灭绝 这死多少人 至少一万四千人 这一万四千人是包含了父女儿童老人的一万四千人 这是顿巴斯啊 顿捷斯克 卢干斯克死的一万四千人 这一万四千人的死亡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至少 两万个家庭或者说是三万个家庭的破裂啊 因为因为一个家庭至少是一口儿嘛 至少是两三两三万 如果说一家四五口儿五六口儿 如果说把上下三代都算上 那就是哎呀 这么多家庭的破裂啊 这么多家庭的破裂 那你想一想 这是谁造成的 那再想一想有多少人因为恐惧 一天当晚躲在房互动里面 顿巴斯种族灭绝 他们不让你知道 之前我做过这些节目我给伤了 油管也给我警告了 就一话不能说的 说到这里呢 我突然之间脑中一片空白 因为这个话题啊 太残酷了 太残酷了 大V们他们不管这个事情是真是假 他们有这个信息获取取的 但是呢他们 他们不会告诉你 怎样有流量怎么样有广告费 他们怎么去说 这是大V 至于韭菜们呢 他们也不关注 对马斯一万四千人死亡 他们也不关注 他们只是 在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吧 他们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情绪的宣泄点 这是绝大多数人 他们的 心理状况 正义 民主 好吧 我不想去说服谁啊 这个话题很沉重 顿巴斯种族灭绝 七个字 顿巴斯种族灭绝 顿巴斯种族灭绝 好吧 自己去查 这是所有事情的核心的核心的核心 啊 太太天了 了